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鐵飛龍見到木狗娘拿著著一把寒光劍 一刻想起狐狸精三個字 當堂變了面色就渴她說 你為什麼要偷人家的寶劍 玉羅莎正想開口 忽然見到木狗娘全身打震 眼光之中露出無限懼怕的表情 十足十平時被自己處死的那些強盜頭目一樣 躺著想起卓一行在山董所說的說話 一時間好心起來 話到後邊又留著不說 木狗娘見玉羅莎不開聲 鬆一口氣了她就說 我見她拿著把劍衝進房 我手上又沒有兵器了 我就借卓一行的寶劍來用一下 這幾個說話說得多有道理 鐵飛龍又渴她說 那劍譜是不是你偷的 木狗娘硬著頭臂說 不是啊不是啊不是我偷的 鐵飛龍大渴 叫山湖禮 木狗娘臉都青了 鐵飛龍更加懷疑 跳上甲石山上面大聲地叫 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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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湖啊 不見回答 突然間見到兩條人影 在後院的牆頭飛了出去 跟著就噗 一流火光衝天而起 鐵飛龍指著木狗娘渴她 賤人你不准亂動 欲羅撒渣就把劍冷笑 又站在木狗娘身邊說 你儘管去吧 有我在那裡 鐵飛龍真是生氣啊 勾到鬍鬚動棋啊 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人敢在她老虎頭上盯膜 想不到居然今晚有人敢到她家放火 看她兩條人影身發快到極 武功看來都必定很高的了 就怕個女兒遭了毒手 她又急又怕 都沒有時間追敵人了 先向火光那處踢過去 剛剛飛了兩座樓房 只見火光之中 突然間飆出三個人 是兩女一男 那個男的是王兆熙 兩個女呢 一個是孟秋霞 一個是鐵山湖 鐵山湖面色慘白 是孟秋霞扶著她走出來的 鐵飛龍 哼一聲 一個戰步衝上去 大聲地喊 王兆熙真大膽 你來救未婚妻職管啊 為什麼在我家放火 又打傷我的女兒啊 講完 一手就拿過去 鐵山湖說 爸爸啊 不是她啊 王兆熙向旁邊跳開幾步 鐵飛龍就收回手 她問 這是誰啊 鐵山湖說 是金千岩的叔父 哇 鐵飛龍面色都變了 王兆熙說 救火緊要啊 以後我們再去找她算帳 鐵飛龍想了想也是道理 原來那個金千岩的叔父啊 叫做金獨二 三十年來 未離開過天山南北 她所練的欽峰讀沙獎呢 火候就極之醇了 金千岩都學到的 不過是她的六七成二二 鐵飛龍三十幾年前 曾經見到她一面 那時候她的欽峰讀沙獎還未練成 那兩個人比武教技 已經難分高下了 後來聽聞她練成獨沙獎之後 在西域收了很多徒弟 行為極之荒謬不妥 鐵飛龍那時候已經在龍門隱居 都不是怎麼理閒事了 兩個人各行其事 互不來往 直到三日之前 金千岩忽然間和雲彥平來探訪 鐵飛龍因為討厭她的叔父 不接待她們 金千岩剛剛踏入莊門 她就叫木狗娘將她們趕回 鐵飛龍心想 難道這個老怪物 因為我趕走了她的侄 所以故意來報復 如果這樣 她的心底也未免太狹窄 只是她的武功極高 要追股也追不及了 那就唯有聽王兆熙說救火先 我們再講一下孟秋霞 他萬里尋夫 到現在才見到面 在火光之中 看下王兆熙又看下鐵山湖 只不過百感交集 原來孟秋霞離開京師來西北 幸好她人又精靈 又有一身武藝 萬里獨行居然沒有出什麼事 這一日來到陝西 在半老偶然碰到鐵山湖和木狗娘 比起都是江湖女子 聊起來很巧 在言談之中 萬秋霞露了口風 說要去閃北找丈夫 鐵山湖的心有事 就立刻就留意了 就找說話來試探她 萬秋霞雖然是精靈 到底是世故未深 就竟然將王兆熙的名字 說了出來 鐵山湖一聲冷笑 突然用信蕾不及掩耳的手法 點了她的麻月 等孟秋霞醒回來的時候 她人已經在鐵家莊裡面 鐵山湖是小孩的脾氣 一聽說她是王兆熙的未婚妻 都不理三七二十一 一下就把她逐回家裡 說給父親聽 初時有些怕父親摘鼻 誰知道鐵飛龍笑著說 哈哈哈哈 王家印身為綠林大好 竟然和什麼太子的直展武師 結為親家 哈哈哈哈 你整理她的女兒也好 鐵飛龍性情乖癖 從來都不喜歡人家忽悉她的意思 王家印那次拒絕婚事 她極之不高興 我初時看到那個女兒 她逐了孟秋霞來就沒有什麼 但是轉念一想 以自己的身份 難為一個單身女子 傳出去都不好聽 所以就叫鐵山湖好好款待孟秋霞 一邊派人去通知王家印 王兆熙聽了 就馬上就起程去鐵家莊 玉羅薩和鐵飛龍 曾經約過一個月之後比武 現在雖然未到期 但是聽說這件事 都和王兆熙一起去 到了鐵家莊門外 玉羅薩忽然說 我們雖然在一起來 但是各有目的 我和鐵老坑比武 約名單打獨鬥 你等我分了勝負之後才好進來 王兆熙雖然心急如焚 也唯有在外面等 等等等過了很久 還未見玉羅薩出來 王兆熙的心想 他們兩個都極之好勝 如果相辭不下 就怕兩敗俱傷 我既然來到 就不能夠坐視不理 於是靜靜在莊後跳進去 想看看他們兩個究竟打成怎樣 誰知就在這個時候 金獨義和另外一個高手 耶探鐵家 鐵山湖大聲叫起來 就被他插了一掌 孟秋霞和鐵山湖在隔離房 聽見聲就跳出來 剛剛碰到王兆熙 孟秋霞就把鐵山湖扶起來 而金獨義發了一枚硫磺彈之後 就跳牆走了 硫磺彈引起火勢不大 鐵飛龍順手拿兩張棉被去撲火 過了陣就把火救回色 鐵飛龍跳了下樓 看見王兆熙和孟秋霞蹲在地上 就幫鐵山湖推血過功 鐵飛龍看見這樣心念一動 這幾天來 他和孟秋霞聊天 孟秋霞態度不悲不亢 都破損他意料之外 現在看見他們兩個人 一齊為自己的女兒自傷 兩個人的神情很親密 但是幫自己的女兒自傷 又十分認真 鐵飛龍心想 這個孟秋霞萬里尋夫 這麼辛苦才見到臉 但是他並沒有首先顧著和微婚夫親近傾談 反而看他仇敵自傷 這樣的女子真是難得 王兆熙看到鐵飛龍來到 就叫了聲鐵老英行 那正是想說他聽 珊瑚的傷勢不重 就面具掛念了 鐵飛龍已經笑著說 禁盧賊雖然膽大妄為 對我都還有些顧忌 如果他真的下毒手的話 珊瑚十條命都沒有了 王兆熙這樣才知道 他是知道了個女兒的傷勢不重 才放心去救火 這時候鐵珊瑚的面色已經轉回紅潤 鐵飛龍突然大聲喝他 你起來 鐵珊瑚立刻起來 阿爹 你又生氣什麼 王兆熙也很奇怪 鐵珊瑚受了傷 做父親的不安慰他不止 為什麼還要這麼兇來對待他呢 鐵飛龍喝他說 我有說話問你 你跟我出去 拖著女兒的手走到外面院子 王兆熙孟秋華跟在後面 出去了 只見玉羅薩站在石上 拿著劍冷笑 木狗娘坐在地面面色慘白 鐵飛龍說 好 玉羅薩你聽著 我決不會殉屍爭著自己人的 你轉頭來問鐵珊瑚說 你有沒有偷了他的劍 鐵珊瑚說 沒有啊 玉羅薩一尾冷笑 鐵飛龍板起臉大聲地說 鐵珊瑚 你說真話 我再問你一次 你到底有沒有拿過他的劍珊瑚 鐵珊瑚哭了 劍珊瑚我是見過一本 不過不是偷來的 那你是怎樣得回來的 是阿姐拿回來的 各位 過去民間習慣叫樹母做阿姐的 撒時間 木狗娘面如死灰 玉羅薩得意啦 哈哈大笑 鐵飛龍雙眼噴火 面子都不知道多難看 玉羅薩笑聲一停 他冷冰冰地說 鐵老坑 我沒有怪錯你們吧 鐵飛龍不理玉羅薩的說話 即是對鐵珊瑚說 你老老實實說 不准有一個隱瞞 鐵珊瑚抹乾眼淚 他小小聲說 前兩個月 我在閃西回家 有一天 在習延鎮一間客棧住宿 我見到一個導人 臉色乳乳乳乳乳坐在地下 不走得了 老闆說他得了急症 怕他死在客棧裡面 就要抬他出去 我見到那個導師這麼可憐 一時好奇就走過去看 那個導人真厲害 他睜開眼睛一看 就知道我會無功的 他說姑娘仔 你有劍的嗎 麻煩你快點施我這件衣服 在我堅甲雨下面一串的地方 用劍尖把爛肉滑了 幫我把口毒釘拿出來 聽到這處 他穿一行筆地說 那個一定是貞賤導引 鐵子龍對女兒說 貞賤導引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兒 鐵珊湖說 當時他又不知道 後來我告訴他 他就說 我對寧尊文名很久了 知道他是個有血氣的英雄 現在我托你轉告他 我有一本劍譜 是人家托我帶給天山霍天刀的 現在被人家劫了 如果我死了的話 請你切法子幫我把你的口信送到天山 要霍天刀給我報仇 鐵飛龍從來沒有聽過有人稱讚他是有血性的英雄 聽了他這樣說之後 臉色就鬆了一點 他說 政權導引是我的人物 鐵珊湖繼續說 後來他就開了一張藥方 要我跟他去執藥 我拿著藥方去市鎮的藥材店去執 怎料藥材店的藥材店又不齊 不是沒有那樣就沒有那樣 我去了很多家都不知道多辛苦才去執藥 忽然間就碰到阿姐來找我了 鐵飛龍這樣一聲他說 你去了這麼久沒回來 是我叫他追你回來的 鐵珊湖跟著又說 那我將這件事跟阿姐講了 跟阿姐一起去看那個道士 怎料道士已經不見了 就見到兩個男人在那個樹探聽道士的蹤跡 那兩個人一個年老一個年輕的 他們見到阿姐就連忙行禮 還問候你老人家 阿姐又說 金老三你和我出去 聽到這說 鐵飛龍呼一聲就罵牧狗娘說 你和金千岩做得好事 牧狗娘哭了 我只是想逼他吐些藏物出來 鐵飛龍說 哄 山湖你再說 鐵山湖說 那兩個人和我們去到僅靜的地方 那兩個人和我們去到僅靜的地方 阿姐向那個老的說 老三 把那個道士的劍譜交出來 那個老的初初就推堂說沒有 後來逼得緊了才認 欲羅撒聽到這說 欲羅撒聽到這說又是一聲冷笑 就望著鐵飛龍 鐵飛龍說 欲羅撒你急什麼 劍帽是你的 中彙是你的 然後她就問鐵山湖 最後那個金千岩有沒有把劍譜交出來 鐵山湖說 初時她不肯 阿姐就說 你都知道精湖道人是什麼人物的 她交由廣闊 你害死了她 就想把她的劍譜帶回去 你不怕她的朋友來搜查嗎 你把劍譜給我 我給你保管好 看完之後再交給你 如果不是 你都應該知道我木狗娘也不是好相遇的 那個金老坑就說 狗娘 那我們就按陸林道的規矩 一碗水大家喝吧 這本劍譜就交給你先 兩個月後我來拿回 阿姐拿到劍譜 就馬上跟我去附近的山頭練了 鐵飛龍說 你為什麼不把這件事告訴我 鐵山湖說 阿姐叫我不要說 他練了幾招 就好像撿到寶一樣跟我說 這本是天下第一期書 把書上的劍術練成功 可以天下無敵 他就說 山湖我們偷偷練了 不過不要跟你爸爸說 我想 學多些本事總不是壞事 我一時糊塗就答應了 我 卓一行插口問 你們以後有沒有見過貞賢道人 鐵山湖說 貞賢道人在清風山見到 那天你們不是都在山上嗎 鐵飛龍又轟了一聲說 貞賢道人約我去山上商會 去到你又不見人 看起來 也是跟這件事有關的了 你這個賤人 為什麼事到臨頭都不說我聽 穆九娘不敢回答 原來穆九娘拿著劍譜之後 就很想據為己有 上個月 鐵飛龍去閃北要去找黃家印的時候 金千銀暗中派人把密信送給九娘 說探聽到貞賢道人躲在清風山上 剛好鐵飛龍也收到匿名信 約他去清風山商會 鐵飛龍就帶著穆九娘去 後來鐵山湖就引了玉羅莎來 鐵飛龍在山前跟他打鬥 而穆九娘呢 他就在山後發現了貞賢道人躲在他的動月 玉羅莎聽到這事真相已經大白了 他說 你想要我的劍口我都不說了 你為何還要把貞賢害死呢 鐵飛龍閃大雙眼 穆九娘連忙分辨說 我在石窟發現了貞賢道人的時候 他已經快要斷氣了 他身邊還有食物留在那裡 看來是有什麼人在服侍著他 但當時就只有他一個人 他的神情很痛苦 他只要我幫他讓他快點死 那我就不得已才聽他的說話做 穆九娘所說的是真的 但當時呢 他已經另有打算 他怕貞賢知道劍寶在他手上 又說鐵飛龍回來事情洩漏 所以才急急忙忙把貞賢整死 鐵飛龍盤問完之後 他心裡生氣到極了 但見到愛妾和女兒方濕濕的樣子 就覺得極之難過 他跟女兒說 好 那你把劍譜拿出來還給別人吧 鐵飛龍說 剛剛你被人劫去了 鐵飛龍說 就那個金老怪來劫的 是 啊 前兩天金千岩來找我 看來也跟這本劍譜有關 玉羅莎聽劍譜又被人劫了去 臉色一變就想發作 鐵飛龍高聲說 玉羅莎 你的劍譜包在我身上就是了 走遍天涯海角 我亦要幫你找回來 好 就看你了 阿山 你今年十九歲了是嗎 是 什麼事啊爹 你已經不小了 已經有無有益 可以遠走公飛了 爹 我永遠都想在你身邊 鐵飛龍面色一扁 突然把他推開大聲地說 從今天起 你再不是我的女兒 你扯 扯 你在外面 也不准用我的名字到處招擾 鐵山湖當場整個人傻大 鐵飛龍說 你貪圖第二派的劍譜 還欺騙我 如果不是看在你去了世的媽媽份上 我今天就拿了這條命 鐵山湖都是有生以來 從來未被父親這樣罵過的 他知道父親的脾氣 說出來的說話決不會更改 有見玉羅撒打斜雙眼看著自己 真是又醜又生氣 他十聲跪在地上扣了三個頭 他說 爹 你保重 站起來頭都不會 就跑出大門 玉羅撒平時雖然殺人不斬眼 見到這樣的情景也不覺心酸 他先又見到鐵山湖這麼可憐 本來想開口勸一下 但是有時之間就轉不過口 到了他的父女 缺絕之後 想勸他已經遲了 鐵飛龍將女兒趕走之後 定了定神 又對木狗娘喝了聲說 賤人你過來 木狗娘忽然披頭散發 狂笑起來他大聲說 老鬼 這條命我早都想不要了 你打死我了 你偷了人家的劍譜 敗壞我的聲明 罪有應得 死有餘辜 你還有什麼好懷怨的 當年我爹 在外地死了 我沒有錢撞他 才逼於無奈嫁你 嫁了你之後 你又沒有把我當成大婆 我這樣看待 我在你面前笑笑口 你當我是歡喜你 我扮出來的 你打死我就對了 這樣的日子我也不願過了 原來木狗娘自小跟著父親在江湖賣帽 無拘無束習慣了 嫁了鐵飛龍之後 老夫少妻本來就很不配 加之以鐵飛龍性情的嚴厲怪癖 他們更加是心情抑鬱 不是因為怕鐵飛龍的利害 他早就逃走了 這次他偷了劍譜 就想暗中中劍犯學成功 令鐵飛龍制他不住 鐵飛龍怎麼都想不到 牧狗娘會說這樣一番說話 一時之間就好像傻了 看牧狗娘的樣子這麼年輕 這麼漂亮 而自己的頭髮都白了 你真是難怪她有這樣的心事 她已經舉起手掌停在半空中 真是劈不下去 欲羅莎突然衝過去 把鐵飛龍的手拉開 鐵飛龍長嘆聲揮一揮手說 唉,你走了 永遠不要再見我了 木狗娘也跪在地上扣了三個頭 他說 老爺,你保重啊 你像鐵山湖一樣 頭都不會就跑出大門 鐵飛龍很傷心 忽然覺得自己真正是老了 他嘆口氣說 唉,好 我們也該走了 第二天一早 卓一行就告辭先 欲羅莎說 但願你一路平安 卓一行也說 但願你能夠得回劍譜 黃照熙和孟秋霞也一齊來向鐵飛龍告別 鐵飛龍說 賢賢 你回去代我向寧尊請罪 我以前做事太過魯莽了 黃照熙說 不敢,不敢 你這位孟小姐比珊瑚好得多了 你們經過這場風波 一定能夠白頭皆老的 黃照熙聽他這樣說 我心一鬆 知道這個老人家以後再不會向自己糾纏了 黃照熙說 我順便送卓興一程 鐵飛龍說 欲羅莎 那你呢 你不走啊? 欲羅莎笑著說 我總不能夠叫你一個人幫我拿回劍譜 我既然答應了你 就是我的事了 你以為我一個人拿不回來 各位,欲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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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